小白你会模仿蔡徐坤打篮球吗 我打篮球的时候 不喜欢化妆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档内容多 风趣幽默的看节目我中小白 这几天又是收到好多私信啊 有几条私信非常的醒目 内容大都相同这些同学跟我说 小白小白我看到魔法上有一台手机很厉害的哦 Megos X22 骁龙845的处理器加10GB的内存 只要1000块钱哦 我看到这几条私信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 又要超预算了 我已经买到手了哈 我就看了一眼卖家的详情介绍 那是真的牛 配置绝对是旗舰级别的 骁龙845 10加128G的内存组合 5G手机简直就是领先华为一大步 干啥华为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来看看这台这么厉害的Megos X22 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好的首先看一下卖家给你们送了什么礼物哈 蓝牙耳机 指环扣 诶有点不太一样的 超级大礼包 绕线器 手机支架 读卡器 一块无纺布 防尘塞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我们来看手机吧 盒子的手感还是非常棒的 毕竟一千块呢 手机非常简洁哈 中间这些呢 全网通 侧面Megos 型号X22 黄竹 上次的叫Megos M360贵族 现在的手机厂商奇名都这么潮流的吗 好手机拿出来 先放一边 来看一下下面的配件 用户手册 软膜 钢化膜 软壳 招容下 一条耳机 一条Type-C的数据线 听CC和某宝联名款的充电头 总感觉又少了点什么啊 好下面我们来看手机哈 简单关键外观 手机正面 一块预体感看上去还不错的屏幕 上面刘海部分是一个摄像头 听筒还有传感器 对面左上角 竖排的双侧 我赌毛钱 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是假的 中间这里有一个指纹 十倍区域 机身左侧 SIM卡槽 右侧 音乐大小和电源键 机身顶部保留了3.5毫米的耳机接口 底部非对称的麦克风和扬声器 中间是Type-C的充电口 好外观众简单看到这里啊 下面我们马上来 开个机吧 好的 开机完成 你看旗舰机的配置就是强啊 屏幕指纹识别 接手速度非常快 我好像 还没入指纹啊 下面进入查配置环节 根据麦克风的介绍 这台迷果X22的处理器是骁龙845 电纹是10GB 我们进入设置看一眼 关于手机 型号X22系统版本 Bingo OS 7.0 处理器8458核 运行电纹10GB 储存容量128GB 屏幕分辨率1440x2560 最近新来的同学有点多啊 肯定有不了解情况的同学 看到这个配置 性的打1 不性的打2 弹幕里告诉我哈 OK我们来看一下真实配置 进入IDA64 中央处理器 真实处理器是联发科的 MT6737 不是什么骁龙845啊 我们进入联发科官网 进入MT6737的产品介绍 产品规格这里很清楚啊 这是一款四核心的处理器 最高主频1.3GHz 这里还写了 支持的内存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Max Memory Size 这里写了3GB 就是说这个处理器 最高支持3GB的运行内存 所以什么10GB 不可能的啊 再看这边 最高支持的屏幕分辨率是720P 也就是说 刚刚说的什么1440×2560分辨率也是假的 好了经过这一番查询 这个传说中只卖1000块的 骁龙845手机 完全就是骗人的啊 处理器 运行内存 屏幕分辨率全都是假的 这是一款黑心商家 故意忽悠人的 三载手机 OK下面呢 我们测试一下游戏性能啊 王者荣耀 走起 走起 请你太美 bebe 请你太美 bebe 请你失大失大 bebe 请你太美 我应该拿你 所有人都在看着你 我的心总是不安 我现在已冰入摇晃 难道 你还疯狂吗 我本来不是这种人 令你变成几块的人 第一次呀变成这样的 好了好了好了 游戏就玩到这里啊 这屏幕非常的不灵敏 而且还一直断触 根本没法玩 而且这绿也很不稳定 毕竟是低端处理器 和一个非常烂的屏幕 玩游戏还是有点吃力的 总结一下 这款在某网上 卖1000块的Megos X22 经过验测和测试 这是一台配置做点的 山寨手机 1000块完全可以买到 一台比这个鬼东西 好不少的产品 我希望同学们 不要被这些 无量山寨详情这套给迷惑了 当然我知道 也有同学会说 我肯定不会上当的 买这个人都是傻子吧 其实我告诉你 目前在天朝 农村的大爷大妈 他们大部分赚的钱 可都是血汗钱 还有这些 对数码产品不熟悉的学生 都是这些无量商家的目标 我知道你可能不会被骗 但是你愿意点一下转发 有可能会让更少的人上当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加帮我点下关注 也别忘了帮我点赞 投币收藏什么的 我是宋小白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